論政見 那為什麼我也想做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選舉 尤其在台灣 我不曉得在國外的狀況是怎樣 在台灣的選舉 我們很多狀況就是 我們都是在討論人 而不是在討論議題 那其實候選人 他們並不是不想提議題 而是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議題 可能都沒有人在關注 那民進團體 其實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情 那他們也在選舉過程裡面 提一些政策的承諾書 希望政治人物做簽署 那未來才可以做追蹤之類的 那人民當然也有類似官說或什麼 當然這個是不同的面向 那我們在台灣 去年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候選人說 他的政見是挖石油 可是他最後說 那個不算他的政見 那什麼才算政見 要到上了選舉公報 才是政見嗎 其實對我們的選民來講 其實我們的觀感 可能不是這樣 可能他講過的話 就已經算政見了 所以我們在追蹤上 可能不是單純的說 列到選舉公報的才算 才算政見 那我這邊的觀點是 我希望說有一個平台 來做一個這樣的收集資料 那讓不同的觀點 促成一個 不同的主觀意識 變成一個另外層面的客觀 那素人參政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在台灣現在我們都是講素人參政 那素人參政它沒有包袱 可以做一些比較多的事情 但是其實很多我們的所謂的素人 其實是政二代 那這些真正是素人的 我們是不是要讓他們 有一些機會可以曝光 那我這邊也提到了一個觀點 就是選舉可不可以沒有輸家 就是讓選舉變成一個政策的 一個嘉年華會 然後讓不是選好人壞人 而是選不同的價值 那我們譬如說我們的例子 那個風力裡面有跟去年的 龍企業買場 那我覺得我首先我會針對 因為像民間團體有 譬如說台南新亞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我們讓這些民間團體的 那個意見可以比較容易的 去跟政治人物的對接 那接下來就是讓民眾去加注 這些政治人物的意見 那目前我是非常一開始的階段 所以我歡迎大家來 但我期待它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那歡迎大家來找我這樣子 好 我直接說了 謝謝